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网友怒了 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自家经济 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6月19日电 言语节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国随即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 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 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 约340亿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加征关税 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另行公告 美国网友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非常愤怒和不解 纷纷在社交媒体推特、推特、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一些网友表示 特朗普的个人能力让人怀疑 网友迈克 昆蓝说 受害的是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们 特朗普根本不知道如何跟外国打交道 这个所谓的交易能手就是一个大笑话 网友沙伦说 这是那个破产了好几次的人做出来的事 这个人已无法还账著称 我们都被玩了 网友哈拉朱库 巴比说 我不知道美国人在这个橙色小人担任总统期间怎么能安然入睡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会患上恐慌症 还有不少网友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会拖垮美国经济 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网友J.R.贝奈特说 坏消息是 美国企业要遭殃了 失业率会上升 经济会崩溃 网友马乔丽 格雷 鲍尔说 他真是不遗余力的搞垮私家经济 图什么呢 网友弗里伯德说 在未来很多年里 美国工薪阶层将吞噬特朗普政府肿下的苦果 编辑 党超风 Care Ask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美国又打出2000亿关税台 中方这300字声明暗藏玄机 回应美国制裁 俄罗斯1月时间抛售手中半数美国国债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网友怒了 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私家经济 美媒 没有证据表明 关税能够阻止中国进入更先进的工业领域 新款iPhone或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库克这下不淡定了 美加开私 加拿大人去买美国货 其实还是有很多替代品的 中企或参与格林兰机场建设 急坏丹麦政府 美国会不高兴 金砖支付奥尼尔 G7几乎别无他用 G20才是主角 日媒 中国实施全球品牌战略 海外商标注册数猛增 比肩美国 中国成世界杯赞助大户 俄媒 中国移动支付 引美国追赶 支付系统将淘汰美国的银行 个性奈及利亚对球衣 亮相世界杯 最丑 最潮 三分钟卖出三百万件 今日科技 明天在两百万费 领域 都放充 松 lover 他在内心上 还是脱下 大提是 孔仁 金砧 金砍 后 二百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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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佛 河 金砍